农历1月20号逢客家日也正好就是客家重要的天川日 而相传天川日是因为要纪念女窝补天 让农民能够耕作 收货满满的 真的是一切来过 对客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农民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天川人家这样做饭的蛋糕 因为会认为客家库 原政府所有的局客是 今天台下来自演 在帮忙 台下来当努力 在了解客家的文化 今天全国的客家义 也就是天川义 柯委会为了要庆祝 要推广我们全国客家日 所以他定在正月20日 每年的农历的正月20日 定为全国客家日 所以早期的客家族群 在这一天是不工作的 而且大家也会利用客家美食 来祭拜女窝 而这习俗保留至今 后代子孙依然会在这一天 举办活动 欢庆这个特别的节日 你会不会觉得很困难 好玩吗 不会很好玩 很好玩 你有没有玩过这样子的做真了 没有没有没有 做真了 第一次玩 第一次玩觉得怎么样 很好玩 很好玩 每年也都会举办天川日活动 而且一年比一年精彩 今天我们增加好多DIY的节目 很好玩 然后刚还有民众反应 我们的体验见太少了 真的是美中不足 明年我们会再加强 我觉得好像是这个汤圆 大家好像是回到过去 就是怀念过去 就是蛮好玩的 全球客家日是非常有益的活动 我们今天在台东旧火车站 办了很多创业的活动 我们这个市集都是用环保的材料 重新再利用 以及客家的传统的美食文化 我们还有剑走 那客家的精神就是群俭跟朴实 那我们结合环保跟养生 把这个有益的活动去推广 自己动手做花布灯笼拍拍照 或是沿着铁花布道见走 民众相当捧场 副县长以及民政处长 跟着活动安排的体验活动 一一的亲自体验 玩得不亦乐乎 大人小孩一团一团体验 坐环保风车 参加油奖真达人人有奖 而逢周六的假日人潮相当多 为活动带来不少活力 老照片述说着客家的故事 充满客家元素的意象 让整场活动感觉起来 就如同一场嘉年华会 东台新闻范耀玲 温格张玉成台中市报导